第二集大部分的餐厅开放内用 为了拼人气 连锁火锅店小魔妞推出只要评黄色的接种记录卡 打一剂疫苗就打九折 打两剂八五折的内用优惠活动 而且只限本人试用 不过却引发批评 因为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排挤 目前还打不到疫苗的年轻人 认为活动没有诚意 负面是浪不断 也让业者政策急转弯 追加优惠条件 只要出示预约疫苗的意愿登记画面 就有九折优惠 而不止小萌牛像是输油桶手摇影 也宣布只要凭接种的小黄卡 指定饮料就买二送一 而季工香香机旗下的手摇店 也推出买饮料免费加料的疫苗接种优惠 至于住宿方面 也有饭店集团跨品牌 即出即日起办理入住出示小黄卡 就可以想基本房型生意等 或是任何房型延迟退房两小时 鼓励疫苗接种的同时 也为自家品牌充人气